外国诈骗集团在我国设立大本营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那移民局昨天就拉大队在雪中赛程 导破了一个堪称是今年最大的网络诈骗集团 他们不是十位不是一百位 而是上千位的中国籍人士 在一所办公大楼内进行诈骗 为了将这个诈骗基地一网打尽 布城和雪龙的移民局官员一同展开了取缔行动 过程当中更是发生了趁乱逃走的惊险场面 赛程惊险人群大逃亡 从网络上的画面看到 移民局官员指导诈骗集团大本营时 里头的员工不断往外逃之夭夭 那就算被官员打个阵招 也死命反抗 与官员扭打了起来 有的员工更是冒着生命危险 从高处往下逃走 避开执法者的追捕 情况险象缓生 移民局后来召开记者会表示 这个网络诈骗集团由中国人创立 并以每个月36万令吉 租下了六层楼的办公室 主要是进行非法外汇投资的勾当 而诈骗对象则是以中国人为主 行动中当局充公了8000多部手机 和将近1000台电脑 并逮捕了680名中国籍嫌犯 然而还有人在待负过程中逃脱 移民局总监凯露表示 这些被捕嫌犯 都是持有观光子重入境 几乎所有的嫌犯 都无法出使护照 那这些论网者将会被列入移民局黑名单 终身禁止入境我国 然后直接减悠 轱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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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轱祝